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就像一條河 流了 還遠了 我覺得一首詩的話 可能沒辦法改變世界 但是時代累積下的所有詩 也許有改變的機會 然後至少當下我們會被撫慰 然後也可能會解決我們人生上 或生命上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就是文學跟詩都有可能打動 就是去改變人們的想法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而且我們是一個很喜歡挑戰的人 然後想挑戰樂團 就變成說其實你走了這麼多日子 然後新鮮感其實就會慢慢變成一種奢侈品 然後所以就是能參加到滾動師 然後有這麼多不同的企劃來源的話 我們會覺得其實是一個 很有挑戰很有創作新鮮感的事情 就是我們有跟導演接觸 還有攝影團隊還有私人本人這樣 然後我覺得這部分對我來說 就非常新鮮 主要用詩來唱的話 它其實就是變成你需要去改變 因為一個人對於藏詩 跟一首歌的專注力不一樣 所以就是變成你必須截取重點 然後而且是把它改變成好唱的部分 然後你必須去深入詩人的內心 然後不能扭曲他的意思 所以過程中其實我們改編過後 也有跟詩人去做交代這樣子 然後這是比較不同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方面我們比較順利的就是 因為崔老師他是一個相當開放 而且尊重創作者的人 所以其實我們在成品完成的時候 是非常順利的 當下雨的時候我依然眷戀你 可能就是這句啟發了我 對於這首歌的風格走向這樣 而且這次的歌其實也跟我們 以往的一些曲風沒有 就是有一點不一樣這樣 我希望可以保留我自己的風格 那這自己的風格就跟每一句長短啊 押韻啊都有關聯 我其實最動我心選的就是 我們副歌不斷重複唱的那一句 因為主要就是全詩中 那一句其實是整詩的 整本書跟整片詩的重點 就是如此練習去勤勞不代謝的活 如此去練習勤勞不代謝的活 是為什麼為什麼還是寂寞 是不是因為曾經年輕過 就得獨自遠走 有兩句一句是當下雨的時候我依然眷戀你 然後另外一個是你是成載我是微樓 我覺得他用那種比喻法 比喻性的手法讓我覺得 我可以感受到他的一些感情吧 沉默的無光的森林閃爍 我都被困在冰淇添的心中 你是成載而我是微樓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剛剛唱的那個副歌橋段 如此練習去勤勞不代謝的活 為什麼為什麼還是會寂寞 就是崔老師他當時當下的情況 就是跟主要的念情點 就在於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還有就是一些記憶 還有如何相知相惜 然後所以我覺得 全事物的重點就是在這邊 然後我必須把他唱的從疑問 一開始的溫柔的疑問 然後把他最後好像吶喊的不斷的問 然後不斷的反思這樣子 我就希望聽眾可以感受到說 就是文學結合音樂 對 就是你可以聽旋律 你覺得好聽 那你也可以 你對歌詞有興趣 你去看的 然後也會覺得文學性很高這樣子 沈默著無光的三線中 我們被困在自己的見證 那你也是微光 我覺得就是 對於小時候的我們可能是 詞不答義 然後長大之後反而對於種種事情 是言不由衷 然後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藉由創作 藉由聽者 藉由作者 然後我們都可以找到一種逃脫的出口 我做音樂有一點時間 我覺得常常自己想傳達的 跟別人所接收的不會是一樣的 到了觀眾耳朵他們是 他們聽到的感受 我真的沒有預設到 但我聽到了之後才 聽到一些正面的評價 就是我也是滿高興的 就是可以讓聽眾有這樣的感動 我其實已經覺得滿訝異 每一天都會讓 mind 我愛你 真的是 我愛你 我們是不思arity 我愛你 你愛你 你是不思議 你啦 我愛你 是不思議 你也已經覺得pton 我愛你 好 有種